宇航员被独自遗弃在火星,没有食物没有水 生性乐观的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知识 在这颗荒芜人烟的星球上种植土豆,寻找一线生机 古军奋战的宇航员能否等到救援队伍的到来 本期黎哥为大家带来科幻电影《火星救援》 这是一组配备精良的火星探险小分队 由于火星突发强烈风暴 小分队的负责人大美宣布提前终止任务 然而在撤离时,队员马克不慎被狂风卷起了零件击中 且失去踪影 在环境恶劣的火星失去防护服,逼死无疑 大美为了其他队员的安全,不得不忍痛放弃马克 带领终人紧急返回地球 所有人都默认马克逼死无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而遥远的火星,马克却缓缓醒来 刺入体内的电线和流出的鲜血反而形成了保护膜 他侥幸活了下来 马克返回太空舱,忍痛为自己爆炸伤口 下一组探险队将在四年后到达 如何在火星独自生存四年,成了马克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食物,马克将伙伴们没有带走的食物收集起来 这些食物只够他使用一年 他必须想办法为自己储备三年的口粮 幸好马克自己本身就是植物学专家 而队友又给他留了一份土豆 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知识 在火星上种出土豆养活自己 马克将隔壁的太空舱改造成庄园 里面堆满火星土壤,用自己的便便当肥料 燃烧氢气产生水源 就这样开始了人类征服火星的第一步 在马克的精心照顾之下 土豆开始发芽,并不断长成幼苗,结出果实 食物问题解决了 另一边美国宇航局通过卫星摄像头 发现太空舱外的设备有规律的移动 这绝对不可能是封杀造成的 宇航局最终确定马克还活着 可是他们该如何救助远载火星的马克呢 在火星上的马克也在积极展开自救 他挖出淘汰多年的通讯设备 探路者号,尝试与地球沟通 地球宇航局动脚了他的意图 也找来了当地探路者号的研发人员 马克充满期待地写了三个牌子 摄像头稳稳地指向式的牌子 马克振奋极了,地球能够看到他 伙伴们没有放弃他 可是探路者号只能拍摄静止画面 地球上的人该如何和马克沟通呢 马克决定使用16静置的字母表 在探路者号周围等距离摆上数字 地球上的科学家复刻了字母表 依靠转动摄像头传递信息 而马克将自己想说的话 写在白板上传递给地球 就这样双方可可绊绊地实现了简单沟通 在科学家的帮助下 马克学会了利用太空车的程序 与地球进行更复杂的交流 一场营救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 营救计划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了无数百姓的心弦 但不幸还是发生了 太空舱发生爆炸 土豆全毁了 马克能坚持的时间不多了 科学家们将研发速度压缩到极致 每个人都充满压力 甚至是不眠不休 而马克也不得不减少饮食 尽可能延长时间 然而满载救援物资的火箭 在众人的期待中出现一场抖动 升空失败当场爆炸 得知火箭升空失败 是由于推动器数据不准造成的 中国宇航局慷慨地舍弃了 自己的太阳神计划 与美国宇航局进行合作 将数据精密的推动器分享给他们 然而就是这样 时间依然不够 天体动力学家小黑 大胆地提出另一套营救方案 让即将返航的大美等人 载上物资 借助加速力 围绕地球飞行一圈后 再次踏上火星之旅 由他们去营救马克 这是一场豪赌 如果成功了 他们将完成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如果失败了 美国宇航局将失去 另外五个优秀的宇航员 宇航局内部争论不休 小黑通过小手段 将这一营救计划 告知了大美等人 大美他们已经放弃了马克一次 他们绝不会放弃马克第二次 他们擅自更改航线 决定逼迫宇航局 同意这一计划 大事所趋之下 这一计划被准许 承载物资的火箭 与大美的飞船完全汇合 带好物资后 大美等人返回火星 迎接他们的伙伴回家 与此同时 马克也驾驶着太空车 向火箭发射中心赶去 他要坐上火箭 飞到太空中与大美会合 为了达到指定的高度 他必须拆掉一切不必要的装备 减轻装备的重量 最后他将乘坐一艘 几乎敞篷的火箭 升到太空之中 关键时刻的太空救援 只能依靠马克和大美自己 远在地球的科学家们 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 终于大美达到了指定位置 和马克建立了第一次声音连接 当听到马克因激动而哽咽的声音时 全球为之欢呼 倒计时结束 火箭开始升空 马克因重力加速度而昏迷 紧张地等待后 马克又有醒来 然而飞船的相对速度太快了 这个速度下 他们抓不住马克 大美决定炸掉部分飞船 实现反向推动 降低速度 这是个危险的主意 效果却意外地好 他们和马克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大美乘坐缆绳飞入太空 马克近在眼前 可这短短的几百米 却成了他们之间的鸿沟 马克集中升职 刺破自己的手套 利用泄露的空气 推动自己前行 但马克飞得太快了 他脱离了大美 大美紧紧缠绕蓝绳 用蓝绳捆住马克 终于将他拉上了飞船 营救成功 他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创造了历史 而这一伟大的时刻 不仅属于国家 也属于全世界 更属于全人类 这是2015年上映的 美国科幻电影 超过50万的网友 给出8.5的高分 斩获大小奖项无数 发行商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虽然是科幻片 但是里面却充满了不少喜剧元素 让原本枯燥的科幻内容 变得更加的真实 更加接地气 虽然是一部商业片 却没有俗套的狗血剧情 也没有强行删情 实则是难得的佳作 那么今天到这了 我是立歌 原作灯展 照亮你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